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今早出席两岸经济论坛开幕致辞,他表示,两岸关系倒退在这两年造成非常大的困扰,本来两岸可以共存共荣,现在变成好像宠人一样,政府要下定决心,发家湾接受九二共识,开始建立互信,恢复共存共荣,有着基础后跟大陆协商, 原先讨论过的两岸福贸协议赶快通过,进行货贸协议的协商,对于台湾要想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,更能够成功。 马英九说,台湾面临非常大的挑战,政治领袖要有智慧,勇于突破,我们才能找到适当方向,否则让很多年轻人失望,今年为什么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去大陆念大学? 因为他们觉得在大陆就业待遇比较好,他们用脚投票,执政者不能再犹豫棒黄,要让台湾人重建信心,让两岸关系重建和平跟繁荣。